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这一生就是要拼尽全力 不要唯唯诺诺 不要总是对自己没有自信 不要觉得任何人都比自己强 喜欢做的事情就要勇敢去做 喜欢的人就要用心守护 在两个人交往中 不要把你与我分得那么清楚 不要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不要总是贬低自己 一定要坚信自己值得被爱 终究都会被爱包围 长时间和一个人相处 明显感觉到自己收获了爱 说明自己被人放在最高的位置上 时刻都被人守护 深爱你的人想要收到你的回应 想让你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一些事情 想让你认为你的付出是很值得的 你要知道 越爱你的人越会有一些小要求 你的心里要清楚 这些称呼是女人最爱听的 她每一天都希望你能多这样地称呼她 一 宝贝 藏着宠爱 女人最想得到的是男人的偏爱和例外 因为得到这些就不用担心男人离开 很少胡思乱想 生活不会因为一些琐事而变得糟糕 持续走下坡路 深深地被男人爱着会很心安 有足够的底气 不会有危机感 不会觉得自己很差劲 与男人是不匹配的 情感世界里与人有多爱你 就有多想成为你的挚爱 被你时刻宠爱 你会发现她会给你一些暗示 而不是只在心里想一想 通过她的表达 你能知道她最需要的是什么 亲爱的宝宝宝贝的称呼里 是藏有宠爱的 女人很喜欢你这样称呼她 因为她能得到满足感 或许有些男人认为 这些称呼是喊不出口的 每一次想喊的时候都咽了下去 但也要尝试 而不是直接放弃 二老婆藏着认可 大多数女人都希望男人这样 单独的时候喊自己老婆 每次聚会都邀请自己 并对在座的各位说 这是我的女朋友 是我未来的妻子 想真正融入男人的生活里 所以想让男人公开这段感情 想让身边的人都知道 两个人是情侣 拒绝暧昧 女人爱你想和你一生一世 永不分离 始终想的都是被你认可 和你有一个家 每天都幸福快乐的生活 当你称呼她媳妇 老婆的时候 她会热情回应 因为这两个称呼 会让她认为 你已经把她放在了心里 不会轻易地离开她 一个爱你到极致的女人 很在乎你们之间的关系 也很在意在你心里的位置 你的女人是真爱 你想和她一直走下去 你就得知道 她最爱听哪些称呼 并在相处时 多使用这些称呼 三 小孩 藏着接纳 真正的爱是一种接纳 不论对方有多差劲 身上的闪光点 有多不明显 都不会嫌弃 不会刻意地去嘲讽 对你动情 用心爱你的人 想成为你生命中最特别 最不可替代的人 想时刻都有你的陪伴 想听到你说 一切都有我 这世间最幸运的 不是被人欣赏 听到很多赞扬与肯定的话 而是 你是你 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 梅尔勒赛恩说过 爱一个人 就是指帮助她回答自己 使她更是她自己 女人深爱你 想在你面前 做最真实的自己 希望你真正地 接纳她的小缺点 而不是表面不在意 心里却非常看不惯 身为男人 要读动女人的心思 要做到理解她 接纳她 要让她永远像个孩子一样 没有过多的烦恼 就是说 适当地惯着她 不和她斤斤计较 不轻易和她翻脸 不让她觉得 她没有依靠 她只能 假装坚强 偶尔称呼她小孩 小朋友 会让她认为 你的肩膀是可以依靠的 她不需要伪装 可以不用 那么累 越爱一个人 越想得到认可 真正过上幸福 快乐的生活 女人爱上了你 满心满眼 都是你 很希望你 不离不弃 这一生 都想与她陪伴 两个人共同成长 给予彼此温暖 异性相处 想知道女人 有多爱你 就看她 都有那些需求 她想让你 多爱她一些 她希望你在她的身上 花更多的时间 经常用肉麻的称呼 说明她 爱你到一定的境界 看出女人爱你 你也愿意配合她 那你们的感情 就会很稳定 就会携手 走很远的路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 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呢